土匪是靠天吃饭的吗 在湖北的大山里 有这样一处穿心匪寨 相传在内有一队窝 会平白无故伸出大米 养活了在内几十个土匪 于是我们辗转几个乡镇 找到了当地老人指路 去往实地一探究竟 这队窝子里 原来没有好大一点 全世界已经挖上挖到 它鼓来迷着 一路来迷啊 原来有讲究 我说那里有迷 毕竟追踪探索极限 大家好我是霍卫小北 现在我们就是跟随当地的老人 给我们带路 去往川青土匪洞一探究竟 看看匪洞里面还有哪些遗迹 这位老年人 那也是年过七旬的 现在在给我们带路 走的是以前土匪走的 这个临间小道 我们现在是一行六人 老年人走在最前面 这洞口看起来不是好大哦 嗯 这洞口看起来不是好大哦 那洞口看起来不是好大哦 那洞口以前是生化的哦 哦 哦 这怎么高起来 哎呦十强了 哈 哇塞 看这个洞 那就是洞口啊 这就是洞口 这边的洞口 那边的洞口 直接就是这么那个空间 我们看一下 这个洞里面有很多遗迹 这边有一个石墙的房子 哪边叫什么洞啊 对我之洞 对我之洞 哦哦 差不多百八年前 你觉得百八年前 哪个一头是在一头能够挖了出来 对 挖了出来 就是没得好 但是他混着走大半碗米 你们当时老年人有没有在一头挖过米啊 哎呀是我们的 还是老爷讲的 他不是建议 哦老爷讲的说 哪个一头挖了出来米 对 挖了出来米 这个他们可在 那里面都没的路 就在洞口里面 在那个洞里面 那个洞里面 那个洞里面走在这儿 我们往那边 这个台团 那边 这个台团 在哪边 往那边 走有多大 在这边 走在那边 走在那边 往那那个台团那里 哦 好 这里有一条临间小道 据说是走不通的 但是可以看到对面那个洞口的具体情况 哇 这里地势非常的险要啊 哦 哎 看它好险呀 哇塞 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洞口 这个上面 还有很久之前立的那个树桩 还有一个什么盒子 木盒子在这个上面 咱们这时候就到对面的那个洞里面 一探究竟 据说那个就是当时这个土匪洞的核心部位 可以看 现在我们从这个川心洞这样过来啊 这时候我们只有一行三人了 刚才那几个人呢 去找那边的洞了 所以我们呢 决定去这个川心土匪洞的核心 也就是对面的那个对卧洞 这时候要从这个林子里面呢 这样斜着横切过去 然后再从那里往上爬 就可以到那个对卧洞里面了 咱们继续前进 去那个洞里面一探究竟 看看洞里面还有哪些遗迹 这个林子里面有很多这个荆棘啊 所以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可想儿子啊 这当时的土匪呢 走这个路也是相当的困难的 这个岩壁上面有这个小台阶 但是台阶非常的狭窄啊 现在从这里横切过去 就可以到达那个洞口 然后再往上爬个三四十米 就可以到了对卧洞了 这时候我们第一位好汉 已经成为了先锋 现在我又冲到了最前面 就是从这个岩壁的这个旁边 有一条小道啊 这样一直往上爬 哇塞看洞口就在前面 继续前进 可以看到那个川心洞呢 就是土匪的载门 然后要到这个核心部位来啊 是必须要经过那个川心洞 这样一路过来都是 比较的陡峭啊 可以看到这个地上 长着很多这个盐白菜 这个盐白菜以前呢 也是一种食物 也是一种野菜 也是一种中药 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去随便尝试 这只是一个传说吧 咱们看这个洞 是不是跟当时我们去的那个白莲 叫白骨有点像 看到没有 特别的像 据说那个队窝就在上面 咱们这时候就去看一下 什么东西 你看嘛 哇这个有意思 这怎么不动呢 它肯定动了 滴鼓流 咱们继续前进 这个洞特别的干燥 不知道这个土匪的米缸在哪里啊 我们继续前进 老人说的这个队窝 可能就在这个上方这个平台这里 来我们逐步探索 好 还说我们来干它 果然跟老人说的一样 这个洞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那边呢是有一个平台 而这边呢是有台阶爬上来 啊 这个前面好像是没有很深的洞道 但是它当时这里应该是建的有阁楼 因为这两边是水平的 这里应该是有一个阁楼的 可能当时在里面躲的土匪也不是很多 可能也就几十来人 咱们这时候就上去看那个非常神奇的 所有那个队窝 可以挖出米来的那个那个那个地方 去看一下 在好像没有其他的动作了 在好像没有其他的动作了 哇 哇 那天哪 真有这个动向 哇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真的有那个石匠打过的这个痕迹 看到没有 这个下面是被扩宽了 他们说曾经 有一个传说啊 就说曾经这里的土匪了 他由于这里比较穷 然后没有东西吃 所以呢 就在这里 有一个这样天然的窝窝 说每次只要在这个旁边呢 什么什么做法呀 搞那么一个仪式啊 然后这里面就会有那么一窝窝米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米不够吃啊 每次吃不饱 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个石像来把这个窝窝给扩大了 扩大之后呢 然后这个里面就就最后是搞不出来米了 然后一滴米都不会出现了 说在这个窝窝这里会莫名其妙的出现米啊 也是这里当时躲在这里那个土匪的唯一的生活来源 你知道这个故事扯不扯 我感觉还是挺扯的啊 但是确实是有这个遗迹存在的 看一下窝窝的天哪 你看这 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 它是被那个西站子雕着过的 看到没有 这是一整块空地啊 看到没有 一整个平台 当时这里是有个阁楼啊 搭在对面的那个石头上面 这整体的面积差不多是有一个二百来个平方 我的天哪 咱们看一下 这真的是有点有点意思啊 所有的 动道就基本上全部探明了啊 这里还发现了有这个五零子 五零子就是那个红白无数的那个粪便 它是一味中药 五零子 这里是比较选药的 我们不到边边上去 非常感谢大家辛苦的观看啊 我们这个川芯土匪洞呢 就全部探明了 它是有一个川芯洞作为土匪的债门 然后过来了 是经过一个峡谷啊 最后就到了这个队窝洞 队窝洞里面有一个遗迹 就是这个一个石队窝啊 传说里面可以见明这样一个情况啊 现在全部探明了 但是现在我来了是是搞了半天 没看到有米出来啊 说明这个传说还是有待证实 好了 那感谢大家观看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